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加工出口區裡的觀光工廠 學習光學科技 最後一站則是到嘉義市的 台灣小京都穿和服拍照 留下全家出遊的美好回憶 這裡又沒有危險 你聽什麼在上面說 他可以這樣 你真的很瘋狂話 小心 小心 教練 你心如止水 你為什麼看到我心如止水 這 我不依 這個不是這樣子用的 那怎麼用 這個是拿來聽樹用的 我不許你那麼說 聽樹用 是 我們小朋友來到這一個地方 要先挑戰爬樹這件事情 但是在爬之前 我們要先跟樹講話 有聽到了嗎 有 他說你的小雜貓不要碰我 你聽的話它會有一個水流的聲音 它也是有生命的 天啊 要很安靜很安靜 才聽得到那個就是 對不對 對 但是你要放下心 很認真 很安靜的仔細聽 很認真 很安靜的仔細聽 你就選擇你想要往左邊 或是往右邊走 爬樹了 這樣就好了 可能還要再更高一點 這要怎麼爬啊 你可以踩著樹 摸歪岔的地方往上走 對小朋友來說不會太難嗎 不會 小朋友都爬得很開心 爬得比我厲害 對 他們都爬得很高 怎麼 姐姐可不會輸呢 對 妳可以扶著樹幹往前走 可以放泡 她給我泡泡 她給我泡泡 謝謝 可以把泡泡在你身上 把泡泡泡在你身上 好 我沒有辦法理她 天啊 知道怎麼爬到你身上 這又沒有危險 妳聽什麼在上面說 換妳上來啊 她不要 好 哥哥換手 你從中咧 我哥可以 天啊 對 妳怎麼那麼熟練啊 他可以 對 哥哥是一個暖男 Yeah 給我泡泡 真的非常符合這集的主題 長輩在旁邊坐得 小孩嗨 然後小朋友剛剛跟我一起在爬樹 慢慢踩著妳原本的路下來 天啊 我原本是什麼路 可以想一下 我原本是什麼路啊 妳看那個瘋了要化了 來到這家位於台中石崗的 戶外冒險學校 在近六公頃的園區內 除了有專業教練 帶領遊客體驗爬樹 在園區內還可以體驗樹林冒險 高空塔 低空繩索等活動 就連最夯的露營 當然也是沒問題啦 教練 接下來的活動 真的適合老人小孩嗎 我們剛剛爬樹是徒手爬樹 但是它可以爬的空間 可能就只有三公尺 四公尺而已 但是在更高它會有一點風險 那這一個系統是從美國引進來的 它可以讓妳爬個十幾公尺 甚至可以爬到二三十公尺 它最早是用在伐木上面 小朋友可以自己決定它要 往上一點點兩公尺呢 還是再更往上一點點摸到樹幹 它自己可以決定它要的高度 現在要自己挑戰一下自己往上爬 拉這一根 對… 好 然後繩接往上推 好 然後就是坐下來重複這個動作 天啊 所以它對小朋友來講 可以訓練肢體斜角度 因為身上每個部位都會用到 好 再把它推 有上天的感覺喔 還是好 你快到第一層樹幹了 還是好 你快到第一層樹幹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需要再更高一點點 天啊 我要自己把我自己送上去耶 對… 好 再往上推 神結再往上推 這個你說這個發明著結的人叫什麼 布雷克 沒事發明著幹嘛 加油 你至少要爬到樹幹那邊 往上踩 對 再往上踩 重複這樣的動作往上爬 然後往上踩之後 把這個結身推上去 對 然後再坐下來 然後再把這個腳的結身推上去 全身的肌肉都要用力 手跟腳都要用力 對 所以才說可以訓練肢體協調度 對 因為對小朋友來講 它同時可以操作全身的肌肉 對 黑白 男生女生配 我上去 我怎麼覺得在要懲罰我自己 教練你怎麼那麼好Q啊 黑白 男生女生配 黑白 男生女生配 等一下 他會轉圈圈 吹 黑白 男生女生配 黑白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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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配 好累喔 好累喔 我贏了 為什麼要一直往上爬著 我不懂啊 你不是 你沒有自告說這句話 你剛剛在下面講我往上爬 菜 菜 男生配 我又贏了 黑白 男生配 男生配 你為什麼每次那邊都輸啊 誰真的會往那邊抓 黑白 男生配 黑白 男生配 你就在下面待著吧 黑白 女生配 黑白 男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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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 三 二 一 我們是泰山 教練 我們現在幾公分嗎 現在差不多 幾層樓 兩層樓多吧 酷斃了 所以小孩子他就可以像這樣子 坐在樹幹上 然後爸爸媽媽可以在下面 鼓勵他或者是幫他拉確保神 這是一個機會讓小朋友比爸媽高 對 換一個視角來看你 對 然後爸媽還在下面幫你加油 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都屬於你了 那有時候也可以 爸爸媽媽陪著孩子一起上來 我覺得滿酷的耶 最到的話 會有那種爺爺奶奶看玩笑玩 也有爺爺奶奶來爬的 對 它也是用省力的這個系統 然後自己爬上來 天啊 爺爺奶奶挑戰攀數也太強了 說老實話 藍藍不覺得攀數可怕 因為整趟過程都由自己掌控 尤其是坐在樹上的時候 真心覺得我又再次強大了 既然如此 當然要繼續闖瓜啊 為什麼會想要有一個這個樣的場所 就讓大家攀高爬樹 我們其實最早最早是基金會起家 那我們基金會輔導的對象 就是一些青少年 那甚至有一些青少年 他會住在我們機構裡面 但是我們老闆 董事長覺得 只是單純的住在機構裡面 好像沒有教導他們些什麼 所以他就從國外 學這一套體驗教育的系統 然後希望用這個方式帶孩子 希望他自己可以去成長 可以去突破 我覺得很棒耶 因為可以訓練青少年勇敢 好 我們現在的挑戰 你要選左邊還是右邊 都一樣啊 這邊好了 好 那就是左邊這一邊的挑戰囉 好 這邊等一下總共你會面臨三個關卡 第一個關卡是漫騰路 有點像泰山一樣 抓著裡面的繩索往前走 然後第二關是小跳台 叫小溜鎖 你要跳出去滑過去 跳出去滑出去 對 小小的一段 對 騰空一小段 第三個是天空走啦 它就是一個吊橋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那麼緊張嗎 為什麼 因為呢 我來之前沒有看WROM道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會這樣 因為我想說我要走一個自然的路線 讓外景比較真實 但是現在就有點太自然了 真也是讓孩子學習 他可以自自我挑戰 我可以抓上面這樣嗎 盡量不要 那我要抓哪裡 往前抓下一條綿繩 真的 好可怕 好可怕 然後呢 好 那你這手可能要放開 因為你看看牠有卡住 所以你要怎麼解決牠 這也是希望讓孩子可以學解力 這樣子過來嗎 我覺得我媽應該要來 我媽應該在下面幫我加油啊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鼓勵 爸爸媽媽一起上去玩 讓牠拉一下綿繩 牠比較好走 我不是 就是往你那個方向拉 牠比較好走 小心 小心 打到我了 很痛耶 所以才要戴帽子嘛 這一個的過程主要呢 是訓練孩子平衡感 因為同時牠也是第一關 牠可以訓練牠的膽量 那接下來牠習慣了 牠後面的路程 可能就會越走越順暢 對 就是這樣子 不要拉 不要拉 牠其實已經快完成了 對 對 對 而且 牠這樣的動作其實很標準 就是站得越直 你越不緊張 站得越直 你就會走得越順暢 那我們如果很緊張蹲下來 可能就會抖得更晃這樣子 天啊 我的手 我手要沒力了 我剛剛爬樹 然後我現在又勾這個 因為我的手整個在抖 我剛剛無法在上面對話 大流汗 整個衣服是濕的 就是你 阿如 牠剛剛拉太靠 我這邊有沒有一個紅紅的 你用那個鋼索要尻我耳朵 是不是平常怎麼樣得罪你是不是 有浴氣你就完了 這一關是小溜索 你們看到中間沒有任何的東西 你要稍微跳一下溜出去 到達對面 我是泰山的概念嗎 對 對 對 我們剛剛跟泰山一樣擺盪過來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跳出去 腿軟了啦 你準備好就可以往前跳 好 我沒辦法 那你蹲下來往前 好 妳再把自己往前拉 因為妳跳的重量不夠 不 救命 把自己再往前拉一點 不 好 妳可以站起來了 我活過來了 在過程當中其實很緊張 所以我沒有辦法好好感受那個大自然 但是在平台的時候是可以的 在這邊就是希望小朋友 他可以自己學習 然後自己試著往前走 然後爸爸媽媽 可以的話給予一點鼓勵 或者是甚至一起陪他上去一起玩 我在爬之前啊 有一個小女孩坐在繩索上耶 超感人的是現場所有不管人家不認識 這個美女的人都在幫他加油耶 對…這也是我們希望小孩來這邊 可以學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鼓勵他 不是馬上就幫他怎麼做 而是鼓勵他自己試著看有沒有 用什麼方法站起來以後 這個經驗就會差很多 然後你可以一路往前走 靠著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訓練勇氣很好的方法 對… 對啊 很酷耶 台中石岡這家戶外冒險學校 提供孩子一個安全的場地 去挑戰高空障礙 不只有專業的教練 會引導孩子面對恐懼並戰勝他 身為家長的你 是孩子最給力的啦啦隊 這樣的旅遊體驗 不僅能凝聚全家人的情感 旅遊回憶也比走馬看花的景點更深刻 下一站往潭子加工出口區 GO 下水 為各位介紹 二年一首的 出工出工出工的 出工出工的 出工的 沒想到吧 加工出口區裡面 竟然有觀光工廠 剛剛體驗完大自然之後呢 室內遊可以體驗的喔 到底有多神奇特別呢 我們請孟玲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孟玲 嗨 我有個小要求 好的 你跟我一起唸光學觀光工廠 光學觀光工廠 再講快點 光學觀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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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鍍膜呢就是我們在玻璃上面呢 鍍上一層薄薄的膜 好 那利用這層薄膜呢 去改變玻璃光的穿透度 孟玲 在我眼前這個透明的板子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有鍍膜跟沒有鍍膜的玻璃的差別 好 我們看旁邊這兩排好 你說 我來這邊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沒有鍍膜過的 好 那中間這三排呢 你也可以來看一下 這三排呢 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它有鍍膜 它鍍的是抗紅外線跟紫外線的 所以你這樣看的時候 它會有點紅紅紫紫的感覺 它抗紅外線跟紫外線 所以它防曬囉 對 它防曬 所以我就是假如不想曬太陽 我就把這個這樣遮在我前面這樣 沒錯 如果你不想要曬到這裡 你就把它拿在前面 OK 對 這樣我就不會曬黑了 沒錯 有沒有聽過那個抗藍光的鏡片 有 手機抗藍光 對 它也是利用鍍膜的技術 去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對 原來鍍膜有這麼多的功用 沒錯 有些小朋友可能對光學非常有興趣 或是對科學跟電子非常有興趣 就可以來這邊參觀看看囉 沒錯 什麼是AR實鏡 AR是所謂的擴增實鏡 擴增實鏡 它是什麼呢 就是讓虛擬的東西呢 跳到現實生活中來跟我們做互動 大家會比較知道的就是那個寶可夢 對 寶可夢它也是利用那個擴增實鏡的運用 對 讓它在街道上站著 跟我們去做互動 我們先看一下喔 我們上面有投影機 將影像投影到下方 之後呢 這個影像照射到前面這片玻璃 所以前面這片玻璃是斜的 對 它是斜的45度的玻璃 只有下面這個才是真的 對 下面這個才是真的 就是利用這片的螢幕呢 照射這片玻璃 然後反射進我們的眼睛之後 成像 讓我們有一種它浮在空中的感覺 實際上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妳說這片玻璃後面沒有東西 沒有任何的東西 後面是空的 Are you kidding me 妳要過來看一下 真的沒有東西耶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他們拍到我嗎 看到我嗎 看到我嗎 沒有東西 有了 很兇喔 有屁股 有屁股會放屁 有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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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尿尿也跟我一樣 好可愛喔 尿吧 尿 酷必樂 這就是AR實境體驗 夢玲 這個是不是小朋友跟老人都適合啊 對 我們這邊小朋友跟 從一歲到一百歲的小朋友呢 都會非常的適合 一百歲的小朋友 你找給我看 老朋友 我們一百歲的老朋友呢 都適合喔 好 我覺得很酷耶 因為這樣子爺爺跟孫子 都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有試過自己的右手跟左手打架嗎 來 來 試給你看 來 以我手精密的變化 他要放大絕招了 大絕招來了 打他 你打 右手打左手 左手打右手 你打他 你打 你打 打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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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我右手好像比左手強 這是我們的數位布袋戲 那你先看一下這個中字 它其實也是浮空投影 不過它比較不一樣 它是金字塔浮空投影 你有看到它有四面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剛剛講到浮空投影 它一定有一個螢幕照射嘛 但它的螢幕在哪裡 它在上面 真的耶 對 所以一樣是打到這個玻璃 對 然後反射給我們眼睛看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浮在空中 好 那你剛剛看到 你的右手跟左手打架嘛 它用的就是我們前面這一台 好 這是我們的感應器 對 我們的感應器 它叫做Lib Motion 好 它可以感測 手比較精細的變化 所以你剛剛可以利用你的 左手跟右手打架 我的右手贏了 對 你的右手非常的厲害 對 這是我的右手 這家位在坦子加工出口區裡的 光學觀光工廠 以用光電科技打造魔法世界 不只能認識台灣的鍍膜技術 運用在哪些物品上 還能夠培養孩子對科普知識的興趣 想來光學魔法新世界玩什麼 記得要先預約喔 慢慢的一起把它放上去 其實都可以 好 準備好了 那我們要開始囉 魔法就要開始囉 那為什麼出手汗了 我現在要幹嘛 好 不用緊張 我現在 OK 在那種 在那種的聲音 什麼 你的頭髮現在可以再燙囉 好 你可以稍微甩一下頭 稍微甩一下 對 三水 好 各位介紹 好 讓你一場 能抽到最新的身材 獅子 獅子 它是靜電啊 然後它會透過你的身體 傳導到你的頭髮 你可能要稍微幫我 往後推一點點喔 OK 往後推一點 往後推一點點 OK 往後推 天啊 會怎樣 再一次 有耶 這靜電嗎 天啊 有閃電 你是雷神索爾 天啊 你是雷神夢靈 是 台版雷神索爾就是你 被你莫屬了 天啊 好像有Elsa在變魔術喔 你也想跟藍藍一樣 一秒怒法衝關嗎 來台中 彈子這家光學觀光工廠 就對了 這裡的導覽員 除了會耐心地解說 靜電是怎麼產生的 還會告訴你 電為什麼是藍色的 小朋友還能化身恐龍訓練師 這裡還有很多科普知識 等著你們來探索喔 電魯神索爾 對 來 彈子 裡 金融 金融 非常的相像 到底實際差別在哪裡呢 現在一起去問老師 GO 我們嘉義士的快樂生活村 他從日治時期就有這個地方 日本人蓋的嗎 是的 日本1895年從台灣來 1898年他就發現 我們台灣有全世界最好的檜木 這裡全部的房子 都是用檜木蓋的 是的 難怪這裡充滿了香味 對 這個地方在日治時期 就有小京都的稱謂 看這些日本的這種建築 我們就可以回想到 日本它的生活模式 包括我們後面的庭園 這個池塘 這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悠閒 老師 我們現在是要來求良緣嗎 是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 仿照日本當初的這種 日本很喜歡的招財貓 但原來日本人在這邊住的時候 當然它沒有這個休閒觀光的部分 它是純粹以住家為主 那變成快樂生活村以後 因為它包含的元素就比較多了 它除了保留了日本的 純住的文化以外 它還希望能夠把一些 休閒觀光 度假 購物 這些綜合的元素 融入到我們快樂生活村裡面 有 發現這邊有好多 很可愛的文青店家 然後這邊有賣吃的 有賣喝的 然後賣很多好玩有趣逛的 謝謝老師 現在藍藍要繼續探索這個地方了 老師 我有首歌要送你 好的 謝謝 我送你離開 謝謝 我要先走了 白菜 謝謝 不要 不要 來到小京都不穿和服 怎麼可以呢 現在藍藍就要去挑選 My Style和服 妳好 歡迎光臨 妳好 請問怎麼稱呼 金金 金金妳好 對 我想要挑屬於適合我的和服 好啊 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請 好 在哪裡啊 這裡 這裡 有密室 這邊請進 太多了吧 請請 可以選一下 這是我們從日本帶回來的 從日本帶回來的 坐過飛機的 是的 因為住在這邊的話 這個房子一百年了 然後所以呢 早期的日本貴婦 就是穿著這樣的衣服 在這個園區裡面生活 對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要假裝一下 日本的貴婦在園區生活 OK 這個我很會OK嗎 那我要 這邊是短的 這邊是長的 我們也有小朋友 真的耶 你看有小孩子的 是女生的嗎 對 它後面綁一個 大蝴蝶結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個好了 也有櫻花 對 這個 黑色中帶一點小粉紅 就像我 低調中的小騷包 好 那我們到那邊去做妝 盤頭髮時間 對 我們現在盤頭髮 要整套美美的才能出去 晶晶我有一個疑問 好 妳問 為什麼妳要穿旗袍 組合服啊 我們嘛 因為這是我們的制服 那其實它也是屬於 台灣文化的其中一環 所以我們當時的貴婦 就是穿著這樣的衣服 在這邊生活 那我們穿這個改良式的旗袍 最主要想要做 台灣的文化傳承的部分 喔 原來是這樣啊 對 而且我發現這邊 有很多很小的拖鞋耶 對啊 我們 最小的小朋友 就是可以穿和服 大概幾歲啊 寶寶 大概會走路的時候 我們就有聖品 一歲左右對不對 差不多 七座八台移學蛙 對 那日本人有什麼手勢嗎 日本喔 這樣嗎 就是維穩 維穩 沒有錯 沒有錯 現在從內而外都要 很維穩 很維穩 對 那他們穿這個 和服其實就有點像 雷馬甲 所以你穿的時候 整個就會很挺 OK 對 雷馬甲的部分 對 沒錯 我就是藍蔣 看一下藍蔣身後的照片 麻煩 看到了沒有 這裡有很多不管你是男生 好朋友 女生閨蜜 老中青三代 小朋友或是情侶 都非常適合來這邊穿和服拍照喔 現在我就要穿著我 愛愛內涵光的低調小騷包和服 帶著我可愛的紅白扇 去逛一下這裡啦 GO 全家出遊免不了要拍照留念 但是傻傻的站在觀光地標前 比著老掉牙的夜就遜了 藍藍大推你們來快藝森活村 體驗穿和服 然後在由台灣小京都稱號的 園區內拍全家服 即使是使用手機拍 都像是水水的沙龍罩喔 我那是 吃冰淇淋 眼睛是冰淇淋 但我也要吃冰淇淋喔 老闆 妳好 老闆我想要 特別的冰淇淋 好 稍等一下 特別 看老闆會給我什麼特別的冰淇淋 老闆 天啊 謝謝 老闆這是特別的冰淇淋嗎 這上面是什麼 金箔的蜂蜜玫瑰 只要你有需求 老闆就可以給你特別的冰淇淋 我捨不得吃 太漂亮了 玫瑰有淡淡的香氣 天啊 我真的是日本的貴婦 各位觀眾 來來為你示範 2019秋冬最新流行妝容 只要你來點一個金箔冰淇淋 你就可以擁有最完美的妝容喔 而且男女老少都適合這個金箔的妝容呢 是吧 對 哈哈哈哈 Sorry 蘭蘭一個不小心又ㄎㄧㄤ掉了 害羞的弟弟告訴我 他們的食用金箔 都是從日本石川縣的金澤市出產的 所以可以安心吃下肚啦 看完這集的小姐姐去哪兒 有沒有讓你被足勇氣 拎著小孩和長輩一起出遊了呢 蘭蘭在這裡祝大家能開開心心的出門 快快樂樂帶著滿滿的回憶回家喔 水軟 我只想趕快結束 妳快到對面了 我把一切都結束 我把一切都結束